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哲学家叫苏格达迪他讲的 有一次他跟老婆吵架 在楼上吵架 吵了天文地覆 大家知道他很尊重老婆 不要说怕老婆 然后就被吵架了 就被老婆赶下去 说好 我下去 我去公园走路 然后从二楼走到楼梯下面 然后走下来的时候 他老婆还是很生气 就拿一盆脸盆水 然后苏格达迪在楼下就 就把它都淋湿了 然后讲一句很有名的话 雷霆之后必有阵雨 大跌之后还有余震 九一也是这样 大地震晚一定会有余震 所以今天当然就很容易开高走低 今天就不适合做多 因为昨天这个长AK棒跌得很深 带动很大的一个成交量 当然就造成一个大地震 地震以后当然有余震 所以今天再度开高走低也不意外 所以今天是不能追价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格局到底怎么研判 很多人不晓得这个危机 我们说这两根大跌 跌超过1062点 跌那么深 所以我们说危机 危机 危机 如果每个人都看得懂 那就不叫危机了 那请问谁看得懂 当然张雨明看得懂 所以我之前有跟你提醒 这个地方你操作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电子股 四天前看到这个最高点 连续两天拉回 你看多沉重 当跌到这里你发现 几乎这三个月买进的筹码 几乎是要这一点点 几乎全部套牢了 不是吗 所以我跟你讲 你要提醒你要小心 你不要以为你赚了来得及跑 你不一定来得及跑的 等一下你会来凑手不及的 那你发现印证张雨明跟你讲话 才两天三天跌下来 你会措手不及 这一段买进的电子股 是不是全部都套牢了 几乎全部都套牢了 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当创高的时候 所有指标都翻多 对不起 股神系统曲线没办法翻多 筹码线动容线也跌破 所以告诉你这个地方 非常非常非常的危险 没错 所以我为什么这样坚持 我跟你讲电子股是有危险的 你操作一定要非常小心 当时我在讲没有要小心 你那个烂股神系统 都已经创新高 你指标还不翻多 那你有没有现在发现 你创新高不一定能买 这种例子太多了 这样去打下来 做中商 为什么这里不会翻多 你想一想 对啊 所有指标都翻多 但是股神系统就是不会翻多 很奇怪 一点都不奇怪 最后你会发现它是正确的 这地方的确告诉你 它是非常非常危险 因为其实已经变成空方了 来 台积电 你看有没有涨 几个月涨不动了 它为什么涨不动 这么多卖出讯号 空头格局 它怎么可能会涨 懂意思吗 所以詹文不是跟你说 空头格局的利多 发这个三年要增加 一千利美金的这个 整个资产设备 扩充资本 扩充到整个设备 但是有没有涨 我们说空头格局的利多 就像一颗石头 站在海边 丢到一颗石头 拿着把它丢到海里 噗通 就没有了 就一声而已 噗通 没有了 没有了 就这样而已 利多无效 为什么 空头格局 懂事吗 所以你要小心 这种股票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过了 联电有没有创新高 有 这个地方是创新高 创新高 对不起 股神系统 趋势线还在空方 所以告诉你 创新高不能追 我知道 所有的指标都翻多 我当然知道 我是股神系统 发明的人 我怎么不知道 什么情形 指标会翻多 只要创高 你放心 KD MSE 所有指标全部翻多 对不起 股神系统 就是不会翻多 那你最后发现 股神系统 告诉你这地方正确 这地方非常非常危险 不是创高就可以追 你搞不好 追到历史最高点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是很有道理的 好 一样 第一论 快闪记忆体 有没有创新高 创新高 为什么出现 这么多卖信 当然有问题 创新高也不能追 股价打下来 对不对 创新高 对不对 创新高 对不对 曲线翻空 不能追 掉下来了 看到吗 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 架构不健全的 非常非常危险的 你会越来越感受到 股神系统的神奇 因为我已经用20几年了 所以我很清楚 什么情形 它出现什么讯号 是要告诉我什么意思 好 那我们看联发科好了 联发科 这边一个跳空涨停板 然后就一个黑K棒 再一个黑K棒 再一个流向线的黑K棒 今天再一个长黑K棒 那我们看这个涨停板 原因是什么 它公布要配很高很高的股息 所以当天跳空涨停 市场兴高采烈 请问赞敏有没有跟你说 联发科很好 没有 你看 这个涨停板不是隔天就被吃掉了 现在你买进去的 这七天的筹码 全部套了 那请问这个 发股息很多 是不是利多 你事后回想 好像不是利多 那利多为什么不涨 对啊 它应该涨上去 再两根停板 三根停板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 股息发那么多 有什么用 以前我们台湾的投资人 喜欢配股票 一张再配一张 哇好棒 最后发现配股票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配股票没有用 加100块 一张配一张 你变两张 当你拿到两张股票 对不起 股价变 100变50 100乘1跟50乘2 不是都一样 所以配股票有没有用 没有用 最后一家公司 股票 股本把它弄很轻 变成股王 那叫大力光 所以以前流行大股本的 股票一拖一拖 一拖一拼 大家发现配股票没有用 所以现在大家不要配股票了 大家喜欢配股息 有一天你会发现 配股息根本没有用 为什么 股息也从你股价砍下来的 你今天100块 明年除息 除5块 对不起 明天平盘就是95 昨天不是100 今天什么95 5块你配给股东了 那5块怎么来的 从你股价砍下来的 你配5块也没有用 你配100块也没有用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道理很多人是搞不清楚的 所以你以为配很多股票 配很多股票就很有用 配很多股息就很有用 没有用的 全世界最有名的超盘者叫股神巴菲特 他的公司叫普克夏 普克夏从来不配股息 股价照样 不不不不不 创新高 所以跟配股息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懂吗 公司把现金留在公司里面 做更好应用 那有什么不好 配给股东 结果股价砍掉了 有什么用 懂意思吗 所以你发现这个是没有用的 好 艾普 这次艾瑟琴 你发现 今天跌到620 那请问这边跟你讲 你不要再追了 危险危险危险 对不对 对啊 那你追进去 不是赚了又吐回去了吗 从930几块跌到这里 现在620 跌了300多块了 那如果你没有跑 不是受重伤的 是不是 最少要赔掉三分之一的 所以张一鸣跟你讲 12月28 到1月28 这一个月有操作6趟 赚41%把它放口袋 我就不做了 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股票就这样了 我现在在操作很久 等翻多的时候 我才会进去了 转空 不管转空多久 三个月半年一年 我都不会进去 这就是我的操作 我操作是非常稳健的 该进场我会进场 不对我就不玩了 这41%把它放到口袋 你看 多温暖 多温暖 放在口袋也跑不掉 不是在那边乱冲乱冲 你前面赚了后面再吐回去 有什么用 来 创意台积电子公司 吃股33% 台积电不会涨 创意也不会涨 格局不对了 卖出讯刀一堆了 空头格局了 立即连续两根跌停板 如果你买到的人 头这边 已经伤得很重了 你也跌了 两根停板就将近100块了 对不对 好 放空的时间 这边有写 4月22 535放空的 说真的我没有空到最高点了 好 昨天回补 这样赚多少 93块 一张将近10万块就把它放口袋了 这就是真的 懂意思吗 赵云明你会再放空 很有可能 因为那空头根本没有结束 所以很有可能再放空 至少把这些钱都放口袋了 大家非常的安心 非常的快乐 有新的客户进来 我们很高兴 下一次一起进场 没有什么新厚颜帮救火炎抬轿的 新厚颜空的比较低 这个救火炎空的比较高 都没有这种问题 好不好 来 林勇对不对 三线转空第三天 对不对 你自己想 你做这一段 OK 来到这里三天前不能再追 要卖掉 甚至反手放空 华逊 对不对 你自己看 三线转空第二天 当然不对 伪全店 第一线向下掉 第二线跌破 第三天快要跌破了 这个当然是不对 金豪科 进行三线破两线 出现一个卖出讯号 所以很多时候 你该进场要进场 该退场 要退场 进场可能靠运气 下台怎么样 要靠智慧 该下台 你要下台 不要在那边死皮赖脸不走 股票也是一样 该转空你要跑 你要跑 你在那边死皮赖脸不跑 我跟你讲 有点赚了 全部都吐回去了 没有必要 所以我们政治人物一样 做不好 做不好就下台了 不要在那边战战战 然后每个在那边骂你 那没有用 那股票操作也是一样 好不好 一龙店 我们看一下空单 目前的数据空单是115张 这个融资是5855张 那表示很多人看不懂 因为只有100多张的空单 很多人看不懂 这两股票转空了 赵一鸣你怎么知道他转空了 股神西龙告诉我 三线跌破转空 可是市场没有人知道 就100多张空单 懂意思吗 所以我说全市场 非做空的人太少了 一旦大盘开始往下掉 我可以讲大部分都是 横市片野 兜头每个都很厉害 反正买什么都赚 买电子隔壁赚 买船产的贯 买航运赚 买钢铁赚 什么都赚 都很厉害 每个都股神 一旦转空 横市片野 哀鸿片野 因为市场会做空人太少了 看得懂行情走空人太少了 懂意思吗 如果看得懂 那为什么不空这种股票 这不已经转空了吗 对啊 真的吗 有啊 这段是多头 可是他这里不对 三线走空 可是只有100多张的空单 代表什么 市场很少人看得懂 真正的多空 好不好 美容店 对不对 三线转空第二天 这怎么会对 Ken Lee今天直接打到点点板 直接把他打到点点板 我不敢说我 但是很有可能 我们看放空的时间 这边 这个是12点40分放空的 空完之后 我当时空的价位是 这个 没有写 今天放空的价位 待会来看扣讯 有没有 是不是三线转空 已经第四天了 这一段涨了十倍 从30涨到300多 涨了十倍 但是来到这里 对不起 三线转空了 所以转空了 你要看得懂 看不懂 对不起 他就送你一根跌停板 那如果这个跌停板 只是开始 那后面就要更小心 来 有了 这边有扣讯 好 这个时间是 看不出什么时间 反正我看一下我手机 把我手机拿过来一下 好不好 好 那这边已经 恭贺跌停板 中间还发一通扣讯 所以一定有 懂意思吗 会员一定有收到 空完之后 一段时间 才跌停板 好啊 危机 如果每个人都看得懂 就不叫危机 之前有一个同业 他就问我说 雨明老师啊 这个有一个人说 他多厉害 哇 这个全国操盘冠军 办了演讲都几千人 你看怎么样 我只跟他回答 几个字 三个字 我说快挂了 他今天打电话给我说 雨明你真的很准 真的挂了很惨 再来 你怎么知道他快挂了 我看他操作股票就知道了 你买这些股票 一定会伤害到很多投资人 一定会 很惨了 所以我就跟他回答说 快挂了 现在很嚣张 过两天就挂了 为什么 因为看不到危机 他没办法判断 什么股票转空了 来 买这种股票怎么会好下场 来什么国小选股冠军 你看 那几根跌停板下来 六根跌停板 所以他的客户伤得很重 投资面 他怎么再起来 光安抚救客户 受伤断手断脚了 就没办法处理了 懂吗 很多人可能要来退费了 事情 这不是转空了吗 转空这么久 怎么早就出去卖出讯号 这都快挂掉 怎么还在买呢 但是他看不出来 当然也有很多投资朋友 你可能也看不出来 股票转空你不一定能判断 所以最后很简单 两个结果 第一个买进套牢 第二个你赚了钱再吐回去 搞不好加倍吐回去 那就很惨了 你看你跌几根停板自己算 好不好 来 为什么 这个转空了 你再去买 你怎么会赚到钱 张爱明早就跟你提醒了 这格局不对了 快要挂掉 有没有讲 有了 金利科 投资面也是一样 所以你说你买了四星 买了金利科 一个跌六成 一个跌六几八 会怎么样 你自己想 金利科今天看到第十一根的跌停板 十一根了 说真的一档股票买十一根掌停板 还不容易 一档股票能够做 报十一根跌停板也很困难 为什么不停损 你先想看为什么都不停损 持续看好 持续看好就不用停损 问题客户早就挂了 投资朋友 当跌那么深 跌六十几%了 净值只有七点一七 投资朋友 七块一七的净值 你敢报这种股票 我也是佩服 小心 我只应该说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当金利科套在里面 你会发现你最清醒 可是已经很惨了 很多人跟我说 老师 金利科禁止只有七点一七 投资朋友跟我讲了 我当然查得到 我们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没有买它 我都没有特别注意 他跟我金利科禁止只有七点一七 那怎么办 七点一七可以找到六百一十五 你看多夸张 那炒完之后 当炒不动了 那很简直 连阻力都怕 这股票我怎么不把他炒那么高 开始卖了 打下来如果没人接 那你看会怎么样 所以这股票 其实我是觉得 不应该套这么深 很可怜 你看它禁止是不是七点一七 去年一整年赚一点零二 赚一块钱的公司 可以炒到六百多块 为什么 因为有人一定跟你讲 这股票去年一块钱 今年一撇是二十块 二十块 很多人就追了 可以啊 你要追那一段 做多那一段 多头那一段 当然可以 转空了你要跑 你不跑一跌下来 蹦 十一根跌零板 今天第十一根跌零板 你看多惨 所以买到的人 真的是浴库五类 你看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九 十一 今天看到第十一根跌零板 你想想看 有多惨 我们也不晓得 它到底有多惨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一段 OK啊 这段你就不能碰了 你再追 你就会受伤了 懂意思吗 应该很转空了 当一档股票跌超过五成 其实你的命运交给别人 你敢停损吗 你停损 你停损就没剩多少了 还是要继续补钱 对不对 为什么 婚姻师 这种股票还继续讲 我们是同意 我们当然知道 那不讲不行 赌一下 再赌一下 不讲 不讲 客户通来退费了 继续跟你话 这个EP是二十块 这个本利比很低 这股价总会反应器本面 这个没有关系 他也只能这样讲 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好 你完全都不停损 懂意思吗 一档股票 你可能一辈子财务就不见了 操作股票不能这样做 懂意思吗 好不好 这不妥当 所以人什么时候最清醒 遭受重挫 其中一个叫遭受重挫 所以现在有金利科的投资人 有四线的投资人 我相信他们非常的清醒 他们都看到真相 哎呦 净值7.17 去年只有1.02 那你怎么会买四桶股票呢 跟你画了大饼 EPS20块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为什么会连续中挫呢 会11根跌0百 那表这个是鬼扯嘛 答案很简单 这随便想也知道嘛 对不对 好 他用什么来管你 就是用营收 营收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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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152 151 147 用这个营收来管你的嘛 画一个大梦给你嘛 你就去追了嘛 追完你就重伤了嘛 所以股票投资你到底要什么 第一个 不会有人错 营收很好股价大涨 这个对啊 所以这个不会有人错 对不对 第三个股价不好 营收不好股价大跌 这个也不会有人错 所以真正股票输赢 不是这两个 因为这很正常 正常你就不会错 是这两个 营收很好股价大跌 对啊 现在就是金利克就这样 营收很好啊 对啊 你成长100多% 股价呢 股价大跌 这个叫大陷阱 你躲不开了 懂于是吗 你看不懂你躲不开 另外一个叫营收 不要说不好 营收普普 股价大涨 有啊 这种例子太多了 那你避不开 就是个大陷阱 营收很好 股价大跌 金利克就这样嘛 懂意思吗 投资人最大的悲哀 当股价转空 投资人还在想 那些旧故事 老故事 鬼故事 为什么叫鬼故事 那不可能实现嘛 什么EPS20块 如果今年EPS20块 就不会跌成 十一根跌停板了嘛 这都是简单的道理 所以你不要想 这些老故事 旧故事 鬼故事 不可能啊 不要闹了 好不好 你认为最安全的股票 不是让你最赚钱的股票 反而是让你赔最多的股票 就是四星金利克 懂意思吗 以强者为伍 以智者同行 你要迈向你的股市人生 一定要找强者 一定要找智者 不要找那些 画大饼的人 莫名其妙的 也完全都不停损的人 有一次你做出一档股票 你人生都毁掉了 你所有钱都赔光了 人生重来 人可以多少次重来 年纪大啊 没有体力啊 怎么重来 懂意思吗 东森粉丝那里手机 扫描QR Code 扫描完 免费加入我们的Lite 加入是免费的 这个跟着操作 加入会员才要钱 这Lite询问 做好朋友是免费的 然后你要发个讯息 给我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就可以 有任何持股问题 可以一并留下来 时间交给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 继续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涨跌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股市说真的就像一个迷魂症 你到里面 你常常会赚不出去 因为找不到方向 我们请看这个新闻 这昨天的新闻 好 新产能 这个熊仔版 南电 四银收创新高 ABF版有多好 多好 多好 当你看到这个股票 发这个新闻 请问你要做多还要做空 这利多 这么好 那应该做多 你做多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你看到吗 这是我们昨天 回补的扣讯 空单赚24块 把它回补了 非常的开心 高点空的 昨天先把它回补一趟 好 那我们看今天 继续往下掉 今天说法是289 继续往下掉 这是我盘中 划给客户的扣讯 当时293 我们已经赚15块了 今天289 空完 昨天空完 老师你不是空完回补了吗 我空完再空一次 尾盘再空一次 尾盘拉高 收盘前再空一次 一样 208空了 308空了 今天跌到289 所以今天的收盘来算 已经赚19块了 昨天 24 今天又赚19了 那我明天回补 搞不好比24更多了 懂意思吗 我们看空的时间是 4月19 昨天先回补 回补完 尾盘再空一次 所以今天又赚19块了 股票是这样做的 不是看新闻的 我记得我读嘉义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篮球老师 叫王菲 非常有个性 他跟我们讲一个小故事 他看了一个同学 很喜欢打篮球 没闹 我很认真打 他就说 你的这样是没有用的 这个李同学 就算你买一个帐篷 就把帐篷盖在篮球场旁边 每天醒来就打篮球 你也不会变国手 你不要闹了 李同学就问教练 王菲教练 为什么 因为篮球是团体活动 你要传球 你要接球 你要闪躲 你一个人在那边练有个屁用 你住在帐篷 睡在篮球场旁边 你也不会变国手 你方向错了 篮球是团体活动 我要传球 我要接球 我要过人 要闪躲 你一个人在那边练有什么用 你不会变国手的 方向错误 快跑没有用 就这个道理 好不好 被动的一件对不对 不对 这格局三线转空 我们空单已经回补 这上面有时间 是4月29 我们赚23块回补 这空头格局 你可以不空 但是不能做错方向 不能追多 好 开美 我们赚14块半 昨天回补 一样 这空头格局 不要搞错了 敦泰 从这边有什么格局 从这边有 上面两个卖讯 这怎么会对 九旗 三线转空 这格局都不对了 九旗 今天打到跌点板 来 金财已经转空 三四个月了 所以你买这种股票很简单 你就学会脚步玩 听懂意思吗 这怎么会涨 有没有 系统 转空半年了 懂意思吗 好 加班 这已经转空三四个月了 拉高的时候 对不起 区域线太短 上档压力沉重 所以拉高就打回来 好 元金 三线转空 卖讯讯料出现了 好 加零 三线转空 三个卖讯讯料 这格局都不对了 点续两个卖讯讯料 格局不对了 好 盟利 三线转空第五天了 好 这个精英 拉高之后 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追 追上去你就完蛋了 来 看到吗 卖出讯讯料 区域线这么 管理这么大怎么会涨 所以你去买这个点 是错的 听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鸿海 差不多了 这格局都是不对了 今年卖出讯料出现 三线转空 环球金 三线转空 格局不对 最后一段空头反弹而已 区域线翻空了 母猪没奶 小猪怎么会肥 讲台积电 原来都不对 相关的股票 来 无成事的汉堂 这怎么会对呢 台积电都不会涨 相关的协力场怎么会涨 有没有 汉权 这个也不对了 快要跌破了 万论三线转空了 好 高端力 升级的 三线 二三线跌破 再领走 这格局不对 不要爱追了 好 敦泰三线转 两线 破两线了 来 伦康 一样破两线了 负典快要跌破了 来 世界最康复就比较 当你看到这么多股票不对 你再看看张宇明的 哇 天哪 怎么会这么棒 对不对 怎么空单赚这么多钱 转空就空他嘛 跟他客气什么 转空就空他嘛 原来股票是这样做的 懂意思吗 好不好 每个人都渴望赚钱 却又舍不得付出一点点代价 最后你就付出更大的代价 该花钱要花了 懂意思吗 股市最安全的路 有的就是跟赢家同行 东森粉丝那里手机 扫描QR Call 扫描完免费加入我们的Light 说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信门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问题 一并发上来 我会尽快跟你服务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荐分析的 个别有家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告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付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